接下来这场演讲 讲师是来自Unity的Evangelist达哥 题目为Unity可视化程式Visual Scripting专案开发 各位TGDF的开发者们大家好 我是Kelvin 我叫我达哥 我在Unity已经满八年了 主要是协助台湾的开发者解决他们的问题 或者是跟他们交交朋友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认识我的话呢 欢迎跟我联系 本次的内容呢 我准备了Unity在2021所开放的新工具 Visual Scripting Tool 你要说这个是Unity的蓝图系统也可以 或者是可视化程式编辑工具也可以 你只要在这个工具内 画好你的游戏逻辑 背后的程式Unity会帮你产生 简单来说呢 就是图形化的程式产生器 听起来好像有点神奇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疑问 他到底能用到什么程度 适合什么样能用 学习难不难 能不能用在实际上开发流程 在今天的分享会里 我会介绍他的使用方式 聊一下他的好坏 以及Unity官方对他的接下来的规划 之所以会挑这个议题来分享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所以Unity在2021年周期有三个很明确的发展主轴 渲染管线 可视化脚本 网路 那网路方面目前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 渲染管线 HDRP或是URP 网路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料了 所以我想今天呢 我要讲的就是可视化程式编辑这一块 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内部一直在讨论 要如何做出这样的系统 我们希望有一个好上手 容易理解 并且能够跨功能的节点式设计系统 所以你可以从现今的Unity内 看到像是Shared Graph Visual Effect Graph 和今天会介绍的Visual Scripting Tool 都是同一种底层的架构 甚至你也可以基于这样的架构 来设计你自己的工具 在之前呢 如果你想要在Unity内 用这样的节点式工具的话 你只能去购买第三方的套件 像是Playmaker 或者是Boat 这样的工具呢 其实也行之有年 有很多各自的拥护者 所以呢 它也算是一个成熟的开发流程 而Unity就是买了Boat这个套件 然后整合进Unity内 从Unity 2021开始 你所看到的内建可视化编辑系统 就是Boat1整合之后的结果 而未来Boat2我们也会计划整合到DOTS系统内 也就是Unity新的框架 对于不了解什么是可视化脚本的开发者来说 你可以理解为 原本我需要写程式 来让这个3D角色动起来 现在 透过这个图表的方式 一样可以安排每个update的周期 好比我们说的30fps 代表每秒执行了30次的update处理 每次处理呢 也会把这个3D人物的Transform Rotate的Z轴加一度 相当于每秒转的30度 并且无限循环下去 同时也会触发它挥手自意的动画 而不用写任何的程式 虽然说今天介绍的工具 是Unity 2021才整合进来的 但是如果你的版本是旧的Unity版本 也不用灰心 Unity 2018 2019 2020版本 要用到可视化的脚本 可以直接到SSDOT上面去下载Boat的安装 虽然有些功能会和整合进来的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整体上逻辑是相同的 要注意的是旧版档案格式和新版档案格式并不相容 后面我会讲怎样去转换格式 毕竟已经整合好了 所以我建议非必要就不要回去用旧版工具 好那讲那么多不如我们实际上来操作看看 本次我找的范例 专案是从SSDOT上下载的免费Unity官方专案 3D Beginner 这一个教学专案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 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做的话 记得先下载并安装这个专案 这个专案是一个3D第三人称的闯关游戏 你必须在鬼屋里面避开这些鬼 走到最后终点 这一个名叫John Lemon的角色的移动与行为 是由物件上的Play Movement脚本来控制的 这个脚本内描述了怎么检测控制输入后 给予物件位移的行为 然后触发动画与音效 以往是程式设计师的工作来写出这些功能 现在我把这个脚本关掉 它就不会执行这个程式了 我将会改用我拉的逻辑图表 来还原一样的功能 因为2021已经整合了可视化脚本工具 你只要点一下Add Component 滑到最下面就可以找到Visual Screeping 你会看到这个Squid Machine 和State Machine两种状态机 你可以解读为 Squid Machine是用来表现单一的状况 State Machine是用来表达 很多不同的状况之间的互相切换 满适合用来制作乖物逻辑的 这里我们新增一个Squid Machine 它会自动帮我们加一个 Variables元件 用来放全域变数用的 Source会有两种可选 Ambus内侃式 如果你的程式逻辑 自始至终都在内部循环 不会到外面去 那你可以考虑用这种内侃式的方式 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会对外交换一些参数 有一种情况就非常不适合用这种内侃式 比如你的物件 最终会包成Prefed预知物件 那内侃的图将会没有办法被实力化变成植物件 所以这一次的教学的用法 我们就不用改 还是用Source保留是Graph的方法 目前还没有指定任何的图纸 我们可以New一个 给予一个名称后存档 你可以在Title或者是Summary这边 描述一下它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点一下Add Graph 开启编辑视窗 空白图表预设会有一个start的方法 和一个update的方法 程度设计师一定觉得四成相似 没错 它跟你创一个C-shop脚本的预设内容是一样的 有一个start的方法和一个update的方法 功能也是一样的 你希望一开始就做的事情 就放到start后面 你希望每一帧都做的事情 就放在update后面 点两下空白的图纸区域 就会把视窗放到最大 方便我们长时间编辑操作 我们先拉一些节点出来之后 再回头过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界面 我们思考一下 John Lemon大概还要还原的功能有哪些 前后左右移动控制 角色要面向箭朵方向 移动要播放走路动画 走路时要有脚步声 移动控制首选input access node 在空白区域按一下右键 搜寻input找到input get access by name 这个节点专门用来对应 Unity在input settings内的控制器名称 所以现在你只要打开editor project settings 里面的input manager 把horizontal对应的名称写过来即可 通常就叫做horizontal 现在代表系统 会不断的取得摇杆的水平资料 通常是依据你的摇杆位置 回传1到负1之间的值 所以我们只要为给物件 去影响它的水平移动即可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加一个节点 搜寻velocity 找到rigibody set velocity 新增进来 这个节点主要负责的就是物件的位移 但是它接受的参数格式是Vector3三维坐标 而get access传过来的只有一个float 所以我们还得做一个转换 新增一个节点 搜寻create Vector3 找到xyz的节点 然后把左边的蓝点连到x 右边的三维坐标 连到set velocity 对应的三维坐标系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 当我的摇杆 左右摆动时 它会把值送给rigibody 后驱动物件的位移 但是目前图表呈现灰色 代表没有运作 原因是要有一个方法来驱动它 所以我们可以用update 直接连到set velocity的input 或者是新增一个fix update 连到set velocity的input 当整张图亮起来 就代表它可以运作了 双极空白区域 把图面缩回去 play试试看有没有作用 可以看到随着我按键盘的A D或者是左右箭头 角色就会左右移动 接上摇杆也可以使用 上下操作的原理是一样的 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可以在play模式之下去编辑图表 透过所见即所得的运算 马上知道你的逻辑运作是否正确 在开发出作上会便利许多 现在把getSX选起来 按右键 选择duplicate 或者是Windows的话是按ctrl-D Mac的话是按command加D 来复制这个节点 把名字改为Vertical 并连接到Z值 这样Z值也会跟着摇杆的改变 送出对应的值 现在可以看到角色的运作 就有上下移动了 由于input送过来的值 只有1到-1 有点太小 导致走得很慢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送到终端之前 用乘法来帮它放大加速移动 新增一个multiply节点 这个节点的功能就是把AB值相乘 所以我们可以新增一个flot节点 给予一个5的值 把它连起来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移动速度会增加5倍 直接在图纸内 用一个float的节点虽然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想要及时调整 就会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把参数转成全域变数来取用 视窗的左边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区域 一个是graph的inspirator 是一个惊叹号 这一区域可以显示每个节点的资料 还有用法等等 另外一个X的符号的区域 叫做blackboard 如果你熟悉shade graph 或是visual effect graph的开发者 应该会对这个不陌生 因为它们也有一个相同区域的名称 来存放这些变数 功能都是一样的 这里有5个标签 分别对应变数可以影响的区域 graph里面的变数 就代表只会在这张图里面可以使用 object里面的变数 代表可以在同一个物件 但是不同图表之间共用 sim代表变数可以在同一个场景内共用 但是不能跨场景 app代表变数可以在整个app内共用 saved代表即便app关掉都不会释放这个变数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用到 这样的解释应该容易理解 从左到右代表范围从小到大 那么现在我要设计一个决定走路速度倍率的变数 不会考虑放在object底下 新增一个walk speed的float变数 预设是2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拖到场景内 产生一个节点 如果你想要把之前已经拉好的线中断掉 只需要在线的末端按右键即可 选取float节点删除它 用新的walk speed节点取代 John Lemon身上原本的变数 现在有了移动的速度参数可以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过来聊一下 图面的基本操作和右上方这些按钮代表什么意思 图面的基本操作 滑鼠滚轮等于上下移动图面 control加滑鼠滚轮等于图面的缩放 你也可以用上面的拉拔来缩放图面 按住滚轮移动等于平移图面 在节点上按右键等于节点选单 在空白处按右键等于新增或选取功能选单 Windows用control加滑鼠左键 Mac用comment加滑鼠左键 就可以拉出一个分类群组 这个分类群组可以改颜色 可以给予描述 还能打中文 移动也会带着全部的节点移动 非常方便 重点是当你说放图纸的时候 这些描述的字体大小不会改变 所以当图面复杂的时候会非常好用 右上角界面功能说明 relations启用时会额外的画出节点内的关系线条 Values会显示即时的变数传逆是多少 当DIMM启用的时候 系统会把无法运作的节点呈现灰色 没有启用的状态 所有的节点都会是亮的 Carry启用的情况下 移动节点时会连同它后面一整串 一起凯位带走 没有启用的状态下 只会移动该目标节点 Align是用来对齐节点 比如说选起来对齐左边或对齐右边等等 Distribute是用来分配节点排列校正 比如平均节点之间的空隙等等 Overview可以把图纸校正大小 刚好塞满整个画面 Fullscreen就是图纸全萤幕 快捷键就是双极空白区域 来开启或关闭 接下来我们要解决动画播放的问题 我们先打开Animator 并点选John Lemon看一下这个角色身上 原本的动画结构 它相当单纯就是一个待机动画 和一个走路动画 中间是一个IsWorking的布林值 来判断是否要切换动画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 在适当的时候 把IsWorking切换 就能够得到我们要的效果 从上面的逻辑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摇杆没有输入的时候 送出的XYZ值都会是0 所以我只要设计一个当XYZ不为0的时候 就切换走路动画的逻辑图就可以了 新增一个Vector3的节点 三个值都是0 再新增一个NotEqual的节点 不等于节点 把上面的值跟刚刚的Vector3 都连到这个节点的左边 节点的新增方式 也可以直接点一下右边的圈圈 然后拉出一条线 它只会显示能用的节点类型 选择If节点 你会发现这里两个节点是没有运作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 放到Update里面去做判断 把Update节点放过来和If连结 应该就会看到所有的节点都亮起来了 这里的图面你可以解读为 每个Update都会去检查 人物是否在移动 也就是xyz不等于0 如果为真 就跑true这条路 如果为否 就会跑force这条路 我们可以用Animator Setboard 来触发动画的播放 因为它是个布林值 新增节点搜寻Animator Setboard 选择ByName跟Value 这个 由于John Lemon本身的Animator 动画系统就绑在同个物件 所以这边的预设值self 就是我们要的 就不需要改 把Name改为IsWorking 大小写一定要对 然后把Value打勾 把If的True连过来 Player测试看看 现在应该可以走了 只要再复制一个 把Value取消打勾 就能够模拟停止走路的动画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人物 并不会跟着转向 所以我现在只要加一个 Transform SetForward的节点 就能够解决 然后把它放到 If后面去触发 它的方向会依据来源 可以直接引用刚刚的xyz值 既然我们已经能够判断 是否在走路了 那就可以顺势在后面 用Audio Play的节点 来还原脚步声 新增一个Audio Play的节点 和一个Audio Stop的节点 将Stop的节点 连到停止播放的后面 这样停止行走 之后呢 就会停止播放音效 但是由于我们不希望 正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去触发播放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要加一个Audio Is Playing的节点 来判断 从这个节点衍生出一个 If节点 在Force的时候 才连到Audio Play 这里的图面呢 我们就可以解释为 当人物行走时 检测没有播放脚步音效 那就播放音效 这样子整张图就还原了原本所有的程式功能了 而外说明一下 刚刚提到的这个Self不用管它 是因为脚本和Animator在同一个物件 为了做更多的说明呢 我从别的专案找到了一个咖啡机器人的模组 来展示一下触发不同物件动画的做法 这个范例是没有包含在这个学习专案内的 所以你可以找个替代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机器人原本的动画结构 它有个开机的动画 也有个关机的动画 以及一个待机的动画 和制作咖啡的动画 总共有四个 现在我来加两个trigger 待会我打算用这两个触发器 来触发开机和关机 新增一个CoffeeBot Turn On 和CoffeeBot Turn Off的trigger 重新排一下动画流程 我预期当人物走到咖啡机前面的时候 触发开机动画 条件就是触发CoffeeBot Turn On 然后转到待机动画 如果我触发了Mac Coffee 就播放制作咖啡的动画 如果我触发了Turn Off 那就播放关机动画 差不多是这样的动画结构 接下来在咖啡机底下 新增一个Cube 放到咖啡机前面后 关掉材质渲染 然后把Collider is Trigger打勾 它就会变成是触发器了 这个区域我就用来检查 角色是否走到咖啡机前面 接下来一样 我们直接在这个物件下 新增一个可视化脚本 然后用一张新的图纸 编辑它 这支脚本只需要检测 有没有触发事件 因此Start和Update 我们不需要 可以删除 然后新增三个节点 新增onTriggerEnter onTriggerAsset onTriggerStay 三个事件 当有人走进这个范围的时候 我希望咖啡机器人 启动 所以我在图面上 新增一个 Animator Set Trigger By Name 要触发的动画就是 CoffeeBot Turn On 刚刚有解释过了 但是因为触发区和机器人 并非同一个物件 因此这边的Self 必须指定到咖啡机器人 所以必须要寻找咖啡机器人 要找到咖啡机器人的方法有很多 我选择用搜寻Tag的方式好了 新增一个GainObject FindWithTag的节点 待会我们帮机器人加个Tag 这边先给它CoffeeBot标签 然后连起来 不要忘记帮机器人加一个CoffeeBotTag 现在主角走到前面 就会触发开机动画 这里图面的逻辑 就是当有物件进入了触发区 不管是什么物件 因为没有检查 都会算 旁边的怪物进来也算 系统会找到咖啡机 并引用它上面的动画 去触发Turn On的开机动画 开机动画播完之后 就会自行转到待机动画 这个是动画现在的流程 关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把上面的节点复制到下面来 只是把On改为Off 这样的人物离开 它就会关机了 最后OnTriggerStay 跟前面的做法有点不同 我想要检查 谁走进了这个区域 所以我改用GainObject Compare Tag 这个节点 然后Tag栏位 输入Player 我的主角待会 就要把它改为Player的Tag 然后把Output 和Collider连过来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进到这个区域的物件 就是这个Collider 是Player的话 那么流程才会继续往下走 除了必须是主角之外 我也希望要按空白键才会触发 不然就会容易误触 因此这边加一个GetP Done的节点 并且设定为Space 要让两个条件都达成 所以我在这边加了一个End的节点 然后把它们串起来 最后从尾端拉出一个If 接在后面 你可以发现它的逻辑是反过来拉的 就是最后才是拉If 到此这边的图面的意思 你可以解读为 当主角在咖啡机前面的时候 并且按下空白键 就会切换播放制作咖啡的动画 所以后面我们就可以复制 上面的Set Trigger下来 记得名称要改名为动画系统设定好的 MakeCoffee 如果依照上面的逻辑 这边本来应该是插入一个 FindGainObject with Tag的节点 把咖啡机引用进来 但是其实呢 上面两个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都只会触发这么一次 但是在State 它会一直不断的触发 一直不断的寻找 所以其实是蛮好效能的 加上一张图 有好几个FindGainObject 也不是很好 所以最好的做法呢 你可以在一开始 就把它存起来 方便引用 怎么存呢 你可以直接在BlackBoard 新增一个GainObject的变数 把CoffeeBot引用进来 直接把这个节点 拉到图面 改用这个接到Self的点 最后记得把John Lemon的Tag 改为Player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整个循环的动画会像这样 好了 经过本次的分享 相信大家对所谓的可视化脚本运作原理 应该都有一个认知基础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有些节点 它会有Input Flow 却不用接线 也可以运作 有些节点的缺要接才会亮 这是为什么 整个图面呢 要运作最少要有一个方法 就是上面有一条绿色的这种节点 这些方法会驱动图面 所以我们用FixUpdate的方法来说明 当它每一个FixUpdate的周期去执行 SetVelocity的时候 因为当下并没有取到Vector3的值 因此它会逆向 自动从源头去触发Input的输入结果 进而取得当下输入的XYZ值 当然你可以把FixUpdate的头 从头开始一层一层的拉到尾端 也可以 除了图面会变得比较复杂之外 执行顺序不同 其他结果应该都是一样 另外要让这个人物动起来 并非一定要这样的节点才可以达成 因为这个主角今天是胶囊形状的Collider 就是Capsule Collider 所以对应的节点可以用SetVelocity去达成 如果今天的主角用的是CharacterController 那你也可以用CharacterController的系列 Move 来控制它的移动 或者是用Transform的Direction 来取代TransformSetForward 逻辑是因人而异的 并不是说方法只有一种 跟写程式是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内容很有兴趣 你应该会在网路上搜寻比如说像是 Unity的Visual Scripting 或者是Bolt之类的关键字 你也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网路教学 甚至专案 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专案 可能是在Unity 2021之前就做好的分享 所以你现在用2021去开启这些专案 可能是就坏掉乱七八糟 然而支援2021的专案教学 其实也还没有很多 所以你可能也找不到一片混乱 该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大部分的旧专案在2021开启之后 你可以透过Project Settings里面的Visual Scripting设定 页面里面有个叫Fix Missing Scripts 来尝试把旧版本Bolt的脚本 升级成支援2021的版本 你就可以在新版的Unity里面 学习那些原本在Bolt里面所做出来的专案资料 最后的结论我想聊聊我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第一个 可视化的程式编辑适合哪一些人 就我自己来看最适合学这个工具的 可能还是程式 程式还是比较能够最快进入状况的人 你可以看到这些节点与逻辑的运作 其实还是蛮程式导向的 也就是说程式设计师原本在碰的东西 他们学起来当然也是最快的 问题是程式设计师所产生的排斥感 可能也是最大的 因为大部分程式设计师不喜欢被绑手绑脚的感觉 毕竟工具并不能复盖所有的需求 很多功能还是自己写的比较方便 而且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节点都能符合所有的需求 很多东西都还是要偷偷的手动 所以官方推出的工具并非要取代原本的程式流程 而是共生 再来是PM或者是企划人员 因为这样的工具非常适合做Prototyping 原型的开发 你要表达企划的一个想法 你用这个东西可以快速去搭建出来 以往你可能要找程式去帮你写 那他本身就很忙了 那写出来的东西你们要讨论 如果你学了这个流程 那企划就可以在原型开发的时候先把一些想法 用这个表现出来 不用写程式 尤其是像学生专案 或是人少的专案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最后就是想做游戏 但是对程式一窍不通的人 我不能说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把游戏做好 应该是多了一个管道 然后多了一个方法 原本的门槛在降低 当然会有人把这个工具用得非常好 行云流水效能很好 也会有人把这个工具用得不好 所以呢 多学习还是很重要 多看我的影片 可视化工具会取代传统的程式码吗? 我个人觉得不会 但或许会延伸出专门画逻辑图的程式设计师也不一定 这些人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图纸、图面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拿出来 改成需要的图面 快速验证 最终嘛 就是要重新手写 还是要继续改善图面的 你都可以决定 甚至你可以说 有个部分做图面的 然后有个部分做程式的 因为呢 我们现在都还是基于 Component Base 所以一个Visual Scripting的Component 然后一个C-Sharp Component 可以放在同一个GameObject上面 它同样都是有Update在里面去执行的 所以在逻辑上呢 程式设计师非常好控制 由于时间的缘故 所以今天我们讲就稍微浅一点 然后呢 希望这些内容有帮助到各位 TGDF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内容 邀请了非常多名师 来跟各位授课 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呢 好好从头看到尾 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开发历程 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感谢各位